孙国庭书谱 白话译文 第十四 是以幼君之书 莫年多妙 当元思虑通审 志气和平 不积不利 而风归自远 子敬以下 莫不古鲁为例 标志成体 启读功用不谋 依赖神情玄格者也 或有彼其所作 或乃经其所运 自经者将穷信誉 绝于幼境之徒 自彼者尚趋勤衙 必有可通之理 绝乎 盖有学而不能 未有不学而能者也 考之既是 断可明焉 就拿王羲之的书法来说 多数妙品都是晚年所作 应当是由于思虑通审 志气和平 不积不利 而风格和规范 自然远远超出他人 王羲之以下的书家 无不是很命的努力 树立某种体材 这不单单是技巧和使用上 不能和王羲之等同 也是精神和感情相差很远的缘故 有的人谦虚 认为自己的字不行 有的人骄傲 自己夸自己的字不得了 自夸的人将被困在很小的圈子里 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自彼的人只是趋居在某个阶段 必有到达终点的可能 哎 世上只有学而不会的人 没有不学就会的人 考察一下实际情况 就肯定可以明白这个道理的 给大家看 pas 牙